在什麼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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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天化日 两名大男人在银行前 抢走妇女财务 还大胆开枪 得手后快速开车逃逸 银行诸位警立即通报 线上巡逻援警 进行拦截围捕 警方研判歹徒可能逃逸路线 指挥调度警力 在各重要路口部署拦截 终于顺利将歹徒逮捕 逮捕过程惊险刺激 引起路过民众紧张 不过您眼睛所看到的这一切 都不是真的 而是警方所规划的 年结防抢眼鏈 年关将近 那大量的资金 在我们的金融机构来流通 那本分局为了稳定治安 防止抢案的一个发生 那结合了刑警大队 还有监视科 还有金融机构 来做了这一次的防抢 达成我们治安稳定 让民众有一个好年可过 快过年了 由于年结期间 民众进出金融机构 提领款项的次数大增 容易成为歹徒基于目标 屏东景分局 为让民众有个治安平稳 交通顺畅的年好过 特别扩大举办金融机构 防抢演练 除了训练远景 技能精炼扎实 也借此宣导 提高民众警觉意识 进而让民众能安心过好年 我觉得应该常办这种活动 因为这样子 可以让民众有警觉心 而且我们看了以后 也会注意到我们领钱 要小心 然后注意有可疑的车子 如果靠近我们 或是陌生人 我们会注意到 所以我觉得 这样的演练是非常好的 这一次演练 警方也和屏东大学合作 将全程拍摄记录 将制成为电影 加强宣导 屏东景分局强调 金融机构的安全维护 一直是重要 节日期间的重点工作 过年期间也持续提供民众各项服务 像是举家外出 护钞 以及住宅房切咨询等项目 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如果需要警方服务 可以拨打辖区派出所电话 或是110 警方将派员 给予必要协助 评论新闻 蔡立凯宇相词 采访报导 大花套 适合 不过 适合